这是最热血的辛普森一家 画风燃爆全程无尿点 猴沫和巴特通过魔鬼训练 化身英雄拯救事件 巴特装扮成蝙蝠侠 未来将独自面对核编译的怪物 在这里 他的全班同学都是英雄候选人 各个能力超群万里飘一 猴沫化身辐射侠 排名英雄版首位 巴特从不认为自己会成为英雄 因为和同学相比 显得平平无奇 他向往成为辐射侠一样的男人 无数次默默哭泣 只有母亲马基最了解儿子 成为巴特的避风港湾 看到这般身材的马基 猴沫决定成全这小子 他们没日没夜的锻炼身体 直至头发掉了只剩两根芒 彭斯老板拥有不死之身 年龄至今是个谜 他寄予着辐射侠的身躯 猴沫先发制人 一记核弹重拳 大蚁们灰飞烟灭 春田校长竟是潜伏的卧底 弗兰德也化身反派 这时预备英雄也全军出击 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狂百万失控暴走 便移成辐射格斯拉 一记烈焰吐息喷向众英雄 猴沫蓄力以及抵住辐射的能量 修炼后的巴特及时赶来 这是最恐怖的新福森一家 猴沫透视爱子 墓碑上写着 没有巴特的世界 是一个安全但悲伤的地方 猴沫驱车离开墓地 猴沫不停地用酒精麻痹 自己回忆起和儿子的美好时光 这时收音机莫名的响起 音乐诡异 还闪烁着刺眼的红光 突然猴沫坠入深渊 醒来时才发现这是地狱 恶魔躺在狭小的屋里 猴沫吓得瑟瑟发抖 抬头又看见另一个自己 正在往下面丢垃圾 掉下来的却是无数个核电站 猴沫惊慌失措 这时儿子巴特出现在眼前 他飙浮在空中 猴沫拼命地奔向儿子 可空间逐渐变得扭曲 无论如何也跑不到镜头 随着画面的上升 来到空荡荡的街道 原来刚才都是猴沫的内心世界 这时一束光吸引了猴沫 正是巴特最爱看的动画 猴沫越想越悲伤 他甚至望向枪电 想要了却此生 嘿 猴沫 是 that you in there? 啊 it's me Lenny 来你表示 他已经几天没上班了 是否一切安好 猴沫望向来你的眼睛 这不是活人的瞳孔 猴沫 啊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猴沫来到彭斯老板的豪宅 正是他撞死了儿子巴特 猴沫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生死关头 猴沫记住了好友莱妮的提醒 一直信仰上帝的弗兰德 无法接受这个说法 他伙同牧师一起威胁校长 在课程中加入上帝创世学说 丽莎觉得很荒唐 校长随即拿出证据 证明达尔文是个酒鬼 This is slander Then why is he making out with Satan? 丽莎誓死捍卫科学真理 在场证会议上 她提出圣经和进化论 不能一起教学 真相只有一个 I'm her son's sister is right! Yes I can 第二天老师接到通知 从今以后只讲上帝创世论 丽莎私下召集学霸们 偷偷学习达尔文的进化论 丽莎觉得很冤枉 外面那么多罪犯不抓 非要为难她一个小姑娘 丽莎被带到法庭 接受上帝信徒们的指控 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表示 迄今为止 还无法证明 人类由猿人进化而来 因为中间少一个环节 除非有这样半猿人的物种 回到家 丽莎也开始质疑进化论 马基捡起了书 她很好奇里面的内容 无时无刻都捧着书学习 明天就到了终审判决 巴特让豪斯假扮丽莎 这样妹妹可以趁机逃到国外 法庭上马基掏出一瓶啤酒 猴磨之前只喝过冠状的 费了酒牛二虎之力也打不开 情绪逐渐失控 弗兰德让她不要吵 辩护律师抓住机会 这是弗兰德亲口承认 人类和猿猴的关系 法官宣判计划论合法合理 马基迫不及待展开计划论后续 人类究竟会计划成什么样子 丽莎觉得学校不是学习圣经的好地方 就像教堂也不是讲科学的场所 弗兰德佩服丽莎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大的格局 恶魔之子有多爱恶作剧 上课时竟打碎一袋弹珠 让老师摔一个大屁蹲 他的报应也随之而来 城市中到处都是文化中心 除了知名学府 就是各大博物馆 让他这个学渣仿佛坠入地狱 看什么都像看到学霸丽莎 一个月前 辛普森一家搬到新城市 这里每天都堵车 侯莫走上大街 臭骂这座没有人情味的都市 没想到大家都很包容 反而都在提醒侯莫 小心被玩具车砸到 侯莫倒在玩具堆里 他越是挣扎 摇头玩具就摇得越厉害 碰巧路人里面有很多学医的 竟发现一个玩具卡在侯莫的气管里 他幸运地捡回小命 丽莎竟发现书呆子的天堂 学习氛围堪比哈佛剑桥 侯莫找了一份新工作 在食品公司担任治检员 他终于告别危险的核辐社 取而代之的是美味的糖果 巴特和丽莎第一天到学校报到 简直就是丽莎的天堂 巴特终于意识到 这座城市简直就是地狱 晚上巴特小玩滑板散散心 没想到路面全是石子路 狠狠地摔了一个大屁蹲 巴特每天隐忍着找机会 直到有一天他带着家人参观游行 是好莫喜欢球队的死对头 辛普森一家被驱逐 此时丽莎已经精神失常 不想承认自己离开了那座城市 幻想着还在都市的学校上学 巴特胆子有多大 竟敢偷开特斯拉 甚至跑遍整个春田镇 就连全球首富马斯克 也是辛普森一家的死忠粉 登场方式那是相当眨烈 最近丽莎养了几只小鸟 突然天空出现一头老鹰 猴沫看出这是米国的国鸟 没想到这家伙直接抓走小鸟 马基安慰丽莎 说他在给小鸟喂食 下一秒鸟骨头就被吐了出来 马基让猴沫把老鹰赶走 可猴沫却认为 它是国家的吉祥物 直到老鹰抓走了麦奇 猴沫这才忍无可忍 毕竟家人更重要 他一把抓住小麦 老鹰气愤的疯狂挠向猴沫 猴沫反手就是一拳 没想到老鹰揪掉他的头发 不得已猴沫戴上了假发 巴特和豪斯在家中布置陷阱 老鹰果然中了圈套 猴沫让马基把烤箱温度调到最高 自己跟老鹰大战三百回合 期间巴特的玩具全被打碎 他抄起垃圾袋 把老鹰连同老爸一起装了进去 猴沫拼命挣扎 腾特在地上打滚 他终于从袋里挣脱出来 没想到眼球就被老鹰啄了下来 幸亏猴沫有妙招让眼球回复 老鹰最终落在他手里 这时丽莎圣母心泛滥 祈求老爸放过老鹰 猴沫也是听劝 将老鹰放回大自然 拜拜 我们爱你 一位智商超取的人类从天而降 他就是全球首富马斯克 猴沫立即下跪膜拜 马斯克走访世界各地 就是为了寻找创新的灵感 变成 了解